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人,当你和他公演不一样时,他一定会不停地给你洗脑,非要让你认同他的观点,和他打游戏,别人说了还好,要是他出了一局,一定会不依不饶照着你不放。 当听到身边的人被人夸奖时,他也一脸不服气,非要一条条的列举出对方的缺点,最后还要撂下一句,真不知在哪里好了,和这种人相处是什么感觉,一个字,累。 这种人好生心太强,事实要与人争个长短,处处要与人论个高下,好像和别人争赢了,就能显示出自己有多能耐一样。 可是,事实果真如此吗?好生心太强的人,往往没什么朋友,这些好生心强的人,总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百分之百正确的,耳朵听不得不同的声音,心里容不下半点别人的质疑。 遇见和自己持有不一样观点的人,不把别人说服他不一定不会罢休。 朋友相聚,为的就是寻聊一会儿,放松心情,暂时从高压的工作中逃离出来,可要是碰上一个这样的人,那你就休想有片刻的轻松了。 你随口说了一句新上映的电影好看,他不乐意了,非要跟你分析什么特效烂,演员差,情节老套,一定要比你改口说不好看。 你说哪个餐馆的菜好吃,他更爱劲了,嫌弃的说那家餐馆不卫生,太天平之类的,其实他一次都没去过。 你如果想争辩上几句,那就更不得了,本来轻松的闲聊,就要发展成一场战争。 他恨不得跳起来,跟你列举自己有多正确,直到你投降战术为止。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简直比熬夜加班还累啊,久而久之,身边的人在聚婚时,都会自动忽略他,有什么事情,也不再愿意和他说,到最后往往没有什么朋友,好生心太强的人,婚姻往往是一团糟。 俗话说得好,家是一个讲情,而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,对家人,我们需要的是陪伴,是理解,是爱护,而不是整日的争论谁对谁错,而好生心太强的人了。 坚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,总要在家庭生活中获得绝对的权威,殊不得婚姻关系中,最重要的是平等相处。 在家庭生活中,男人需要的,不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强人,而是一个能相互扶持,相互沟通的妻子,女人需要的,也不是一个去炸商场的大老板,而是一个懂得轻轻,懂得温柔陪伴的丈夫。 所以做人一定不能太强势,一辈子太短,不要那么争强好胜,人生苦短,你何必那么好胜? 凡事都争个输赢高下呢,人生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转瞬即逝,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时间,精力都耗费在与人的口舌之钉字上吗? 茫茫人海间,我们能相遇成为朋友,爱人和亲人真的不容易。 不要让无谓的好胜心,毁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。 就算你真的拼死赢了对方,但是最后却输掉了这段感情,那你的赢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,争强好胜的人,因为只顾自己,不积累和别人的感情,最后多活成了孤家寡人。 学会做一个平和的人,懂得示弱和低头,明白进退,这样能让自己活得开心,别人也愿意和你相处,和乐而不为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